比利时当地时间5号晚间 发生重大的交通意外 两列火车在东部的烈日省昂日市附近相撞 目前已知至少有三人死亡 四十人受伤 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证实 一列搭载约四十名乘客的客运火车 从后方撞上了在同一个轨道上的 另一列货运火车 六节车厢中有两节脱轨 但事故原因还不清楚 调查人员表示 事发时客运火车在高速行驶 造成两列火车相撞时 产生巨大冲击 比利时警方表示 因为列车撞击力较大 死伤人数可能还会上升